我们开始自驾了 出发了 老婆你看这里多漂亮 这里是一个晚上吧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露营扎转 这里真漂亮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最终决定了这个电瓶车 最主要一点是环保 简单 对所以简单就越简单越好 对 可能这样的话我们的流量也会高一些 因为比较新奇嘛 中外夫妻开着电瓶车 然后带着两个宝宝 喜欢三三 喜欢 嗯 我们出发今天是第一天 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兴奋 特别的开心呢 是啊 老婆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感觉挺好的 对 其实呢 我们就开玩笑了一下 我们不会开电瓶车 这个会冻死 我们青草高原现在特别特别冷 也不是特别方便 现在我们上一个视频发的时候我们要选什么车 然后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建议 因为我们先是以西北西南地区为主 总会走一些山路 那春电车呢可能不太方便 大家给我们的建议和我媳妇喜欢的车 是一样一样的 最终呢我们选择了什么车 那孩子们说我们有什么车啊 坦克三百 选了一个坦克三百 坦克三百的就是 但是我感觉让我想起 想起来我可以黄金去见面 因为有缘分 有那种感觉 看到坦克三百 坐在坦克三百里面 哎 心里都很舒服 感觉坦克三百就是 挺好的一辆车 嗯 我们有点担心 所以就选了一个 然后中国的那个 中国坐出来的车也挺好的 所以我们就 三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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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中国开就想 想开一个中国的车 对 三百 三百 好 那我们要现在去 提车 坦克三百 李安一直说坦克二百 我们现在去 我们现在去吃车了 走了啊 下次我们开店里去了 漂亮啊 开眼